李月汝杀疯了,15投11中,罚球6中6,狂砍28分14个篮板一次抢断,其中有6个是前场篮板,正负值正18领先全场,带领博德鲁姆完成大逆转,队友突破上篮三不瞻,小宝抢到球后压哨补篮命中,将一个失误球转化为得分,他提到高位帮队友掩护,随后下瞬接球上篮得分,展现出色的左手中间能力。 这个回合让队友激动地站起来,小宝抢断后自己持球推进到中场,交给队友后马不停蹄冲到篮下,扔到球道上篮再拿两分。 这个球同样是临危寿命,对手防守强度太高差点24秒为例,小宝接到球后压哨得分,再一次化险为一。 高高越起接球后左手打板再下两分,个人连得4分把分差缩小到4分,这个回合是攻防一体,他先是干扰了对手的投篮,之后快速跑回前场卡位要球,接到球后抢打篮下打成2加1。 队友三分出手不重后,小宝左手抢板左手上篮得分,没有弱侧手让对手防不胜防,这是一次团队配合与个人能力完美结合的进攻回合。 队友及时传球让小宝成功接到球,之后他利用假动作骗过防守人轻松得分,今年的队友比去年的队友爱传球多了,传球质量也很高,话音刚落,小宝又与外线队友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连线。 成功将分差缩小到2分。 这同样是一次精彩的配合,不过接球的队友没能把握住,好在小宝抢到前场篮板后补篮命中。 再来看这一次进攻,小宝无惧双人包夹强行上篮,不仅打进还造成犯规,打成3分帮助球队反超1分。 在他的出色发挥下,沃德鲁姆最终以5分险胜对手。